以西结书第四十八章 亚瑟的一份 挨着亚瑟的地界从东到西是拿福塔利的一份 挨着拿福塔利的地界从东到西是马拿西的一份 挨着马拿西的地界从东到西是以法连的一份 挨着以法连的地界从东到西是流变的一份 挨着流变的地界从东到西是犹大的一份 挨着犹大的地界从东到西 必由你们所当现的贡地宽二万五千轴 从东界到西界长短与各份之地相同 圣地当在其中 你们献于耶和华的贡地要长二万五千轴宽一万轴 这圣贡地要归于祭司 北长二万五千轴西宽一万轴 东宽一万轴南长二万五千轴 耶和华的圣地当在其中 这地要归于撒都的子孙中成为圣的祭司 就是那守我所吩咐的 当以色列人走迷的时候 他们不向那些立位人走迷了 这要归于他们为贡地 是全地中置圣的 贡地挨着立位人的地界 立位人所得的地要长二万五千轴宽一万轴 与祭司的地界相等 都长二万五千轴宽一万轴 这地不可卖不可换 出俗之物也不可归于别人 因为是归耶和华为圣的 这二万五千轴前面所剩下五千轴宽之地 要做俗用 作为造成盖房郊野之地 城要在当中 城的尺寸乃是如此 北面四千五百轴 南面四千五百轴 东面四千五百轴 西面四千五百轴 城必有郊野向北二百五十轴 向南二百五十轴 向东二百五十轴 向西二百五十轴 靠着圣贡地的余地 东长一万轴 西长一万轴 要与圣贡地相等 其中的土产 要做城内工人的食物 所有以色列支派中 在城内做工的 都要耕种这地 你们所现的圣贡地 连归城之地 是四方的 长二万五千轴 宽二万五千轴 圣贡地连归城之地 两边的余地 要归与王 贡地东边 南北二万五千轴 东至东界 西边南北二万五千轴 西至西界 与各份之地相同 都要归王 圣贡地 圣贡地和殿的圣地 要在其中 并且立位人之地 与归城之地的 东西两边 延长之地 这两地在王地中间 就是在犹大和汴亚敏 两界中间 要归与王 论到其余的支派 从东到西 是汴亚敏的一份 挨着汴亚敏的地界 从东到西 是西面的一份 挨着西面的地界 从东到西 是以萨加的一份 挨着以萨加的地界 从东到西 是西布伦的一份 挨着西布伦的地界 从东到西 是迦德的一份 迦德地的南界 是从塔玛到 米利巴加迪斯的水 沿到埃及小河 直到大海 这就是你们要 粘究 分给以色列支派 为业之地 乃是他们各支派 所得之份 这是主耶和华说的 城的北面 四千五百轴 出城之处如下 城的各门 要按以色列支派的名字 北面有三门 一为流遍门 一为犹大门 一为立位门 东面四千五百轴 有三门 一为约瑟门 一为遍雅闽门 一为淡门 南面四千五百轴 有三门 一为西缅门 一为以萨加门 一为西布伦门 西面四千五百轴 有三门 一为迦德门 一为亚瑟门 一为拿弗塔利门 城四围 共一万八千轴 从此以后 这城的名字 必称为耶和华的所在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